为提供在地学子充实的暑假生活 瑞芳龙兴社区发展协会举办为期两个月的潜能开发 暑期青少年儿童创意烘培课 并结合诗子会进行生活伦理与道德礼节成长探索 让小朋友将生活伦理融入烘培 激发生活潜能带动道德品项 让暑假充实又快乐 瑞芳龙兴社区发展协会每年到了暑假期间 都会开办暑期营让在地学童参加 今年开办创意烘培课程 共有26位国小生参与 今年更是结合诗子会的少年生活探索课程 让学生品格发展更健全 低收入的弱势的儿童 在暑假期间呢 他们不会像一般的家庭有这个夏令营可以参加 所以呢我就想说结合了那个公益单位跟我们社区 还有这个国小来一起合办 提供一些低收入户还有比较弱势的这个小朋友 让他们暑假有一个正常休闲的一个正当的活动 不要让他们闲富在家里 然后觉得无所事事这样子 今天有这个机会借由社区的配合 那么我们共同来参与这一次的一个研习营 那我们利用很简单的简单大道理 然后用烘焙的方式来展现 希望呢孩子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创作下 能够启发他的潜能 那带动呢我们一些生活的道德品项 那希望呢说借由这样子呢 孩子能在暑期当中呢 有一个快乐学习的成长暑假 龙兴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 瑞芳区弱势家庭很多 很多小朋友无法去上夏令营课程 龙兴社区每年开办暑期研习营 让弱势小朋友悠闲参与 透过烘焙课让学童除了可以学做饼干 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护自己 并且融入生活伦理 让他们从小养成规律的生活作息 东西社区发展协会 为让小朋友有充实的暑假生活 费尽心思 除了烘焙更结合诗子会 来让小朋友透过简单烘焙 了解大道理 实为寓教娱乐的暑期研习营 介纯威 瑞芳采访报道